疫情背景下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首次在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展区设置了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近50家企业汇聚于此 带来了国际先进的防疫技术 11月5日记者走访时发现 该明星展区格外受关注 除了口罩、防护服、消杀产品等抗疫明星产品 还有核酸检测的移动方舱、负药救护车等产品亮相 疫情防控过程中 核酸检测是确定是否感染病毒的重要手段 塞莫菲带来的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也叫移动方舱 实验室里面相关检测设备一应俱全 一天可以出2000例核酸检测报告 据悉在今年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这款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在新疆、北京等地已有应用 这个是国家目前针对疫情的防控、疫情的检测 非常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性的这样一个跑在路上的实验室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实验室给大家展示一下 如何能够大规模的帮助政府来抗疫和防疫 在抗击疫情中N95防护口罩、连体防护服等 给医护人员提供了重要防护 第三次来参加进博会的德国自然空气能量解决方案有限公司 推出了他们的定制防护服 镇压穿戴式防护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该防护服无需使用防护口罩和护目镜 让医护人员拥有良好的视野和顺畅的呼吸 它更可贵的一点是不光自己可以使用 它一米直径范围之内 所有的有害的细菌和病菌都不吸附到它那个机器当中 从而达到一个防护的作用 复兴医药诊识了一辆复压救护车 复压装置是利用技术手段 使车内气压低于外界大气压 空气在自由流动时只能由车外流向车内 而且复压装置还能将车内的空气 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排出 避免更多的人感染 我们这次新冠中也一直就在广泛应用这款车 我们也称它为行走的N95